各位同学,现在我们来看呢,高一,Exercise 1,就是Introduction 首先,什么叫Fundamental Physical Quantity 这个基本物理量呢,有七个 在物理学上呢,有七个最基本的物理量 人类是有专门去对它做出定义的 分别是Mass,Time,Time,Length 这三个最最最最基本 还有两个也是比较常见的 常见的有Temperature,Termodynamic Temperature 那还有Electric Current,电流 还有两个比较冷门的呢,一个叫Luminous Intensity,光照强度 以及最后一个叫Amount of Substance Measure in Mole 单位就是Mole 这七个呢,大家都可以上网找到 或者看我另外一个视频,我有专门做介绍 那在这里,就很容易就可以选出答案了 第二题呢,哪一个是跟时间无关的 那Li 大家在高一的第二章里面就会学到 Li可以用Mass乘上Acceleration Mass的单位是KG Acceleration的单位是MS-2 所以这里,second,这里就跟时间有关 Velocity的单位,meter per second Density的定义,Rho等于Mass除以Volume Mass的单位是KG,Volume单位是M立方 所以答案是这个 Pressure是F除以A 因为F跟时间有关 所以Pressure是跟时间有关的 那在这里呢,第三 V,它的dimension是什么 首先你要找dimension W等于F,S F的单位除了牛顿以外 我们刚刚有说可以表达成KG,MS-2 S的单位是meter 所以合起来呢,Volume的单位可以写成KG,M平方,S-2 那KG,M平方ội,Maraty,M平方ита 所以 rot式mL平方t-2 下来哪一个是最短的 那你要比较之前呢 我们就是要把它们的全部单位换成一样 那这里呢 纳米是10的-9次方 Giga是10的9次方 Kilo是10的3次方 把它全部沉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这个是最短的了 那下来 这里有很多个prefix prefix呢中文叫瓷头 就是加在单位前面 代表着倍数关系的 所以呢在这里面 最大的 我们来找一找啊 最大的是Giga 最小的是Nano 那在我们一组一组比较 在第一组里面呢 最小的是Micro 最大的是 Desi 第二组里面最大的是Giga 最小的是Nano 最后一组里面最大的是Giga 最小的是Nano 所以它要increasing order 小到大 所以明显是C 第六 Scalar quantity Scalar呢本身就是指 它没有方向的物理量 它反义词呢就是Vector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在物理学上有哪一些物理量是具有方向性的 哪一些物理量是没有方向性的 可以大概找一个十个 因为你们刚开始接触物理的时候 先靠记忆 那我们后面基本上在每一个章节都会谈到这个内容 会跟你讨论它是Vector呢还是Scalar 那至于Vector的话它的方向又要怎么找 所以这个是后面会一直学到的内容 所谓的Magnitude就是数值大小 第七 这里有个Micrometer Screw Gauge 它的读数呢 我们要这样子来看 这里2 这个数据代表2.5mm 而这一个部分的读数呢 就要看哪一条跟打横的这个基准线对齐 所以这是12嘛 这里的读数呢都代表0.xxmm 所以这个12呢就是0.12 合起来2.62mm 如果它是一个有误差的Micrometer Screw Gauge 那你的测量到的读数就要再减掉误差 比如说你量到2.62 而它的误差呢是-0.1 假如说啦 那最后的actual reading才会是2.72 这我随便举的例子啦 那-的0 error 还是正的0 error呢 就要看你转到完的时候呢 它的这一条线呢是在 0以上还是0以下 0以上呢就是正的0 error 0以下就是负的0 error 第八 有效数字 那你要三个有效数字的话 答案就是A 这个有四个 这个有两个 这个有一个 关于有效数字的内容 大家可以参考我另外一个视频 第九 momentum momentum在第二章的力学才会读到 它叫动量 它的定义呢是拿质量乘上速度 mess乘 velocity 那 p代表momentum 所以它的平方呢 我们就想它的单位 mess乘velocity的平方 所以它的单位是 kg平方 kgms负1 m平方s负2 那mess 除以mess的单位 是不是就是kg 把kg 约掉一个 kgm平方s负2 有没有很熟悉 kgm平方s负2 跟energy有关 因为work 所谓的做工 就是能量转化的亮度 所以work的单位 也是焦耳 energy的单位也是焦耳 它们的dimension是一样的 第十 如果你要把两个不同的物理量相加 那你必须要满足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它们的单位必须要一样 所以p加上kv平方 它们之所以可以加是因为它们的单位一样 所以p是什么 p是pressure pressure的定义是f除以area 所以f的单位有什么呢 刚刚我们说kgm s负2 area的单位是m平方 所以合起来呢 pressure的单位就是kgm s负1s负2 而你的k乘上了v平方的单位以后 要等于kgm负1s负2 那什么的单位乘上 velocity的单位是ms负1 所以是m平方s负2 那大家想一下 这两者之间还差了什么 是不是还差了一个kg s负2跟s负2一样吗 m负1跟m平方比 是不是你还要乘一个m负3 所以kgm负3是什么呢 密度的单位 11 遇到我们在测量的时候 如果有三个数据 所以我们按一按计算机 23.33 大家跟着我一起做 再加23.32 再加23.33 等于69.98 除3 23.326666667 其实应该是无数跟6吧 23.3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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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可是我们在测量学里面呢 你不能够这样子写 因为它涉及到有效数字的概念 所以我们不能够超过原题目的那些有效数字 所以你必须要四手五入 只取四位有效数字 就跟原题目一样 那12题 一样这里有三个数据 那我们一起来按一按计算机 2.48 加2.49 加2.47 再加2.48 再加2.51 可得12.43 除5 得2.486 2.486 同样是有效数字的问题 同样是有效数字的问题 原题目呢 都是三个有效数字 所以你的最终答案呢 必须取2.49 至于正负0.01呢 就是2.49 跟你的其他五个数据比 它有一些误差 那你看 2.48出现了两次 2.49出现了一次 那略小的2.47也出现了一次 所以2.49的这个平均数字呢 我们就以2.48 这两个出现两次较多的 作为一个表达的 表达它误差的一个范围值 所以答案就是C 最合适的表达方法 Best way